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厉害的数字人技术 叫做Sonic Sonic技术来自于腾讯团队 并且目前已经支持Confioi的扩展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线上的demo 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数字人的效果 比方说有动画人物 还有雕塑 还有长发的女孩 另外还有这种写实性的人物 下面我们看一下各个数字人的效果 首先呢看这个动画人物 大家看一下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 这个而且是一个歌曲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纯形表现的效果也非常棒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方形的图像 是一个竖屏的 它会对图片有一个裁剪 这个效果也非常棒 这首歌呢是王妃的如愿 对吧 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 它在整个的语气神态的表现上面呢 真的呢都非常的棒 那我们这是看到的它的一些实力效果 那实际跑出来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也做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音频呢我给的时间比较长 是29秒 我给了一个52x52的图像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还是把它重新打开 放大之后来看这个效果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 背叛欺骗以及磨难 就是这些所谓的节 就会把你内心那个脆弱的小我 按在地上 然后反复的摩擦 万念俱灰心如止水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坚持的住 熬过去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理性 然后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过去 然后不纠缠 然后不执着 然后这一刻才会真正的大彻大悟 所以就是能破局的人 其实都是高手 这是我们实际跑出来的效果 大家会发现也非常的棒 当然了当这个音频足够长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在开始和结尾的部分呢 稍微有一点瑕疵 但是如果是在我觉得20秒以内 整个数字人的表现呢 都是非常棒的 那这个技术到底怎么去用呢 下边呢我们就详细来给大家去讲 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扩展 就是Confi version of Sonic 然后我们点开它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是Confi的一个扩展 它的安装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大致的就这么几步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克隆整个的仓库 到我们的Custom Node里边 然后呢安装我们所有的依赖库 然后呢从谷歌的网盘里边呢 下载所有的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模型里边呢 还得下载这个Whisper Whisper呢主要是用来将 这个声音转发成文字的 那所有的关于纯形 或者是数字人的这种技术里边 都会有类似的这种模型出现 它不见得是Whisper 另外呢它底层技术呢 是基于SVD的 这个腾讯非常喜欢用SVD 这个我不是一次给大家说过啊 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首先呢我们打开终端 将这个仓库给它克隆下来 然后进到这个文件夹里边去 我们将所有的依赖给它安装上 那同样我会使用国内的源 这个大部分都是安装着的啊 如果没有明显的报错呢 就代表没有问题 那下边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Confi UI 现在呢已经启动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在整个的扩展 加载的列表里边 看一下有没有出错的节点 那如果没有出错的节点 就代表着呢 你安装的扩展呢 可能对原有的节点呢 没有影响 并且呢 确定你现在安装的 Confi UI-Sonic 这个扩展呢 是已经正常的安装了 然后呢 我们就去下载对应的这个模型 首先呢 我们需要从谷歌网盘上 把Sonic的主模型呢 给它下载下来 在这里边 我们需要下载 就是Sonic里边的 这几个模型 包括我们的Uloface 以及我们最后的这个RIFE 这个模型 那我们点开它 看一下 注意啊 它并不是按照 现在的文件夹 给它组织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RIFE 这个需要单独的下载下来 它并不在Sonic里边 Uloface呢 也需要单独下载 在Sonic里边 我们是这三个模型 所以说呢 你需要将Sonic下载下来 然后这个下载下来 放到Sonic里边 这个下载下来 也放在Sonic里边 然后呢 是我们下载 Whisper Containing 这个模型 这个可以手动下载 当然也可以克隆 我们需要下载的是 Config 和Models 以及Pre-Processor Config 简开之后 那我们可以找到 Config 然后Pre-Processor Config 以及我们的Models 这个都不是特别大 最大的只有151兆的 这个种模型 然后呢 SVD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 到我们的 Checkpoint里边 1.0的和1.1的都行 基本的模型的下载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安装好之后 是什么样了 首先呢 我们进到我们的Comp UI里边 然后呢 是我们的Custom Node 然后Sonic 这个里头 然后呢 是我们的Models 目录 首先呢 是我们的Sonic 这里边呢 我们有RIFE 然后Whisper Containing 大家看一下 还有我们需要的这几个文件 都在这里头 然后呢 是我们的Checkpoint里边 可以找到SVD 现在呢 我这是1.1 那么安装好之后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图片来 构建这个工作流 这个图片呢 就是它这个一个Samples里边图片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儿呢 有一个这个模型的加载器 加载的是SVD的模型 这儿有一个Sonic Predator 它主要是对这个图片进行预处理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分辨率和真的长度 在这做一个设置 另外的话呢 这儿是一个Sonic模型的加载器 这个只需要选择主模型就可以 然后Sampler 25不采样 1.0 然后真屏呢 是25 然后这是一个显示组件 那基本上就这样 好 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怎么去构建 核心的节点呢 是Sonic相关的节点啊 我们最核心的是这个Sampler 你只要有这个就可以把其他的全部构建出来 比方说这儿有Loader 我们选择一下主模型 然后Dict可以拿到Predata这个节点 现在它基础的最小的分辨率是512 最大的真的是1万 当然你要注意啊 这是它能采用的最大针 真正的还得靠你那个音频的长度去设置 那下边是这个Model 主要这个Model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模型加载器 Image to VID的这样的一个加载器 我们如果用那个SVD的时候都知道啊 我们去加载模型的话用了这个模型加载器 这儿我们可以导出这个视觉的编码器 所以说呢我们这儿选择SVD 1-1 然后把它resize一下 这样的话呢你注意啊 这儿就有了Model连过来 ClipVision也有了 然后VE呢也就有了 那剩下的呢 其实就是Audio和Image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们加载一个音频 然后这儿加载一个图片 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用一个Value的显示节点 给它把视频展示出来 IPS连过来 然后这儿呢我们选择264的这个 别的基本上就这样了 下面呢我们来商传一个音频 注意啊在它的视力工作流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Custom Node 然后Sonic里边的Examples里边 我们可以找到有这个Image和音频 随便找一个 大家注意啊有两个是唱歌的 有两个是讲话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讲话的这个 10秒 然后呢我们上传一个图片 我们上传这个 好我们直接呢来采用生成一遍 在这个时候前端呢你是看不到进度的 我们可以在后边去看 它现在你已经开始推理了 25部里边已经推理了三部 然后呢你在这儿可以看到基本的一个进度 大家注意啊这个audio呢一定要连过来 要不然没有声音 好下面呢我们听一下这个效果 我单独把它打开 我都一年没吃苹果了 到超市偷了一袋苹果 大家觉得这要不道歉 你一年没吃苹果你就能偷苹果了 大家注意啊跟它演示的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呢这个效果应该跟我们之前看到其他论文不太一样 其他论文有的时候 然后它官方展示那个效果跟你真正跑出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的确是非常棒的 好我们再来试一个 这个呢我们上传一个我们自己的图片 然后这个音频呢我们给它重新选一个 就选唱歌的这个吧 10秒的 同样是说汉语啊 那我们重新跑一遍 大家注意啊它采样的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快 好现在呢已经采样结束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效果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棒对吧 大家注意啊如果说你现在呢并不是一个512乘512的这个图片 我们看到的是它会进行一个相应的裁剪 出来的是一个方形的而不是整张图片 那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没有加载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竖屏的 然后呢 这儿是一个方形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它会把人脸呢给它抠出来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Conf UI里边呢 你会发现如果我传的是一张竖屏的图片 那它也会完整的给你采样出来 而且整个的效果呢 而且整个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下边呢我们来听一下它生成的这个效果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颜 你的手我盘上在 大家看一下也是非常棒的 当然采样的时间呢会相对的长一些 那么它在更新里边呢也写到了 就是它目前支持这个非方形的这个图片 而官方的这个它只支持方形图片的输出 所以说这个效果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自己尝试一下 好 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